對 你看講的話人家是噴臉 不是有一些女生有這個毛病 所有女生都有這個毛病 你還在轉過去嗎 轉過去 為什麼是有毛病 剛好我在新竹的時候 我女朋友又有看電影 然後她在台北 我們要去美麗華看電影 然後呢 我說好啦 我從新竹到火車到台北去嘛對不對 那我都說火車的時候 因為剛好下班的時間很多人 真的是很多人 那當到台北的時候 我就打給他 他就跟我說那你在哪裡 我說我在桃園 他說那你不用來 什麼不用來 我已經到桃園 他說不用來 因為我要跟我的父母吃飯 對 女生有的時候會這樣 對啊 這是有事情啊 搞不好長輩堅持要吃飯啊 只有年輕人才會零食 其實女生我覺得 他們就是很簡單 就是打算一個東西 然後獨人就改變了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以前的女友 就是我們又打算去戴國文 然後我們不是很簡單 去哪裡 泰國 去那邊文啊 但是我們不是很簡單 有空的時間可以出去文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兩個禮拜以前 我們就說 好 那我們可以去泰國文啊 我先聽幾票 那你先可以開始準備 然後我先聽幾票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 大家又開始跟我說 我最近工作比較多啊 我最近工作比較多 我可能不會去 那我就說 那你怎麼以前可以跟我說 你可以跟我去戴國文 然後現在開始跟我說不可以去 我已經電幾票了 我已經跟那個旅行社說 我要去戴國 我已經買了 那錢呢 我已經花錢了 你知道嗎 到底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會去 可是這不是他... 他不是善變 他是工作啊 不是 不是 可是你先跟他講 你要請票都訂了耶 我就跟那個旅行社說 好 那我可以改名字嗎 可能我就可以請別的朋友 跟我一起去啊 他們說不可以啊 已經付錢 就是那個名字啊 這樣子也不行 不行啊 你們女人為什麼要這樣玩他 對啊 你們女人為什麼要這樣子 應該是他的老闆 不讓他放假吧 不是 可是因為他... 我已經跟他說 那你要好好安排 然後我再去品位 對 我跟妳講 這個女生真的很要不得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 很要不得 他這個行為非常不OK 因為我覺得 講好這個時間要出國 你就是要把這個時間空下來 因為兩個人都是為了這個計畫 而在更改他們的行程 所以我覺得講好就是講好了 是不是沒有這樣的經驗 對 一個月前我們就訂好 比方說 3月25號到 2月25號到3月30號 確實下禮拜囉 好精準喔 我說譬如 我是舉個例子 譬如說這五天 我們一個月前就講好說 我們要出遊 要去中南部哪裡玩 那我們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講得很精確 不像他只是大蓋 對 然後我們就想好 就是這五天我們就是請假 然後不管有任何工作進來 都不接 因為我們就是要放假 然後呢 要去一個他很想要去的地方 那我就覺得 那既然一個月前已經講好 那五天現在也沒有工作 就是跟公司請假嘛 就這五天 什麼工作進來都不要 很多工作進來 就是損失了非常多的錢 我覺得那都OK 一直到24號 也就是要出發了前一天晚上 這個男生突然就說 行程可能有一些變動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因為就是 今天突然有一個活動接進來 然後就是推不掉 所以就是這個 可能改下一次再出去玩 我說 請問 妳的工作就是工作 我的工作就不是工作嗎 我推掉多少工作損失多少錢 然後妳 就是一個工作進來 其實也賺不了多少錢 那為什麼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那為什麼 我可以推掉一個工作 而妳不行 而且這個地方是妳想要去的 為什麼妳不可以 為了妳想要去這個地方 而把工作推掉 請問現場有人有這樣的經驗嗎 我有類似一個經驗 那故事加工 妳有類似的 有 有一點不一樣 故事是這樣子 有兩個朋友 是 那那個我曾經去過某一個地方 跟也是跟一個好友 然後覺得這個地方很棒 那另外兩個朋友聽到這個故事過程 很想參加 想去看那個地方 所以就是四個人要去 就變四個人要去 四個人要去 對不對 那快要去的前幾天 其中一個就說 我可能不行 他不能去了 那就 那我們原本是為了這兩個朋友 才去 現在一個不去了 另外一個說 如果他不去 我可能也不去了 那 甚至剩下兩個人嘛 那氣氛就不對了 但是已經去過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也有一個工作進來 就覺得說 那真的還要去嗎 就是這個問題提出來 沒有說不會去 你的經驗就是 本來說要去的地方 有另外兩個人要去 那你後來決定不去 是因為這兩個人不去 再加上你剛好有一個工作進來 對 故事架構是這樣子的 沒有 男人都會這樣 剛好給自己一個理由 那最後 還是去 去嗎 沒有 要去嗎 等一下 他發了我20分鐘時間 浪費住 我住在那裡 那還是去了 要怎麼樣 為什麼 我告訴你 最後為什麼會去的原因 是因為 我想那個女生應該發脾氣了吧 是因為發脾氣了 為什麼 你的朋友不去之後 那個女生是不是脾氣不好 很差 不是 那為什麼會因為 那兩個朋友不去之後 那我也是人啊 就是為什麼要問兩個朋友 時間排出來 我也是把工作都推掉 那你有沒有想 都過了 反正去了 那這樣聽起來 這個男生也很善變啊 是善變 是不是他就是做不了決定嘛 這個男的怎麼叫善變 這個男的又沒有你喉 人家有功夫 等一下 等一下啊 對 人家在演藝圈這麼努力 你還要嫌他說 你接工作是不對的 可以賺小小女錢也不錯嘛 對啊 但是我要講 男生喔 你看像班傑說 他都會說 因為剛好另外兩個朋友不能去 那說不定有一個朋友進來 我覺得男生會為自己的善變 找一個理由 就像我老公 那時候我們就是 老一輩的人啊 就講說 小孩子前三個月晚上不要帶出門 然後因為 有 對 長輩都會這樣講 然後因為我也聽到了 他也聽到了 那有一天我只是 就是隨 就是那種隨便講說 對耶 三個月不要帶出門 可是我就是隨口講講 可是沒想到我老公 我老公就是那種 女人心海底針啊 他比較女人一點我覺得 他很女人 然後 等一下 你不是嫁給那個 我們都認識那位嗎 對 你怎麼聽得好像叫一個人妖的感覺 不好意思 老公要講你 因為怎麼說呢 他就覺得說 這句話他聽進心裡了 然後到了小孩兩個多月的時候 有一天呢 就陽光普照 很適合就是曬棉被啊 出去走一走 然後我老公就看著外面這樣 唉唷 要不要我們帶小乖出去走一走啊 那我要不要帶小乖出去走一走 我就說 所以 還沒有滿三個月 我們出去走一走囉 他說對啊 對啊 我們出去走一走 我說好 那我準備囉 我就要去準備準備來 準備好了 我就看我老公沒換衣服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 唉呀 不知道 我又想到說 會不會現在要出去 然後回來小孩子不好帶 那我心裡想說 不是 出去也是你 不出去也是你 那我就說 你決定怎麼樣嗎 你決定怎麼樣 他後來給自己找一個理由 讓自己覺得說 不會晚上難帶這個孩子 他就說 我不想我們家的寶貝啊 就是前三個月 每次出去坐上那個汽車座椅的 那個感覺就是去打預防針 我就說 小孩前三個月是沒有 沒有印象的 小孩前三歲都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的 你等一下要去哪裡玩 去出國是沒有印象 他說沒有 我不希望寶貝前三個月 怎麼每一次一坐上車 感覺就是要去打預防針 這樣有點可憐耶 那走吧 我們出去吧 我就說出去也是你 不出去也是你 好啊 那出去啊 就我老公一下 就是他太善變了 他會給自己這個善變的行為 找一個藉口 所以最後你們 出去了 你們廢話了啊 不要說你們說什麼就行了 今天已經廢話大會了 沒有 女生還是會去銀河太陽 回到主題來可以嗎 我們還是出去了啊 沒辦法啊 男生決定啊 我們都念過書嘛 思考就是我們在思考他的 前因後果跟對錯得失嘛 可是應該是你的意思 就出去 文明哥的意思說 出去了再回來 這個才叫善變 一直出出靜靜這樣子 對...之類的 對 或者就這樣 我們出去嗎 不要吧 我們出去嗎 算了 我們出去嗎 還就善變 善變 為什麼那麼善變 沒有就不是 但是我跟你講 那天我們出去之後 真的也是不到一個小時 也就回來了 那你們出去了沒 出去了 那你又落屁股 已經都直接 又講一個廢話 最多還是有出去了對不對 我們聽聽一下 阿里 其實是你專訪是不是 都是你的故事 你把杜立放哪裡 杜立你的故事呢 我一直在等 那個時候 一個女生朋友 台灣女生朋友 她跟我說 你回伊拉克的時候 可不可以在杜拜 幫我買香水 還有保養瓶 那我就說好啊 幫你買 但是那錢呢 她說 我現在沒有錢 你回來的時候 我再給你錢 我說好 沒問題嘛對不對 男生大方一點 對 那我在杜拜幫她買 香水還有保養瓶 大概那個價錢 三千多左右 沒有 沒有很貴 沒有很便宜啦 那我到台灣的時候 我約她出來吃飯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我說這是你的東西啊 她說不用不用不用 我現在不要了 What 你不要 Hell Hell now 那我可以自己用嗎 我可以用保養瓶 不行啊